15号 俄国防部通报称 俄军使用远程导弹打击了利沃夫州一处储存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弹药的仓库 并在顿尼茨克地区等地的火车站摧毁了西方国家向乌提供的大量武器和军事装备 同一天 乌克兰方面表示 俄军正从多个方向进攻北顿尼茨克市 但乌军仍控制着该市工业区 并不断实施反击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鞭甲15号表示 乌克兰方面 炮击顿尼茨克地区城市造成当地平民伤亡 乌方和西方都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涅鞭甲指出 乌克兰在6月13号对顿尼茨克市发动了最大规模炮击 发射了大约350枚火箭弹 导致当地平民6人死亡 超30人受伤 他表示 当地没有军事设施 乌克兰故意要发动炮击 涅鞭甲还批评西方国家双重标准 企图掩盖乌克兰炮击的事实 却指责俄罗斯在特别军事行动中对平民造成威胁 此外 涅鞭甲还称 乌方面在北顿尼茨克化工厂故意扣押平民 最多扣押了500名平民 扣押的条件非常差 没有水也没有食物 尽管俄方提供了人道主义走廊 但乌克兰军队不让他们离开 当被问及撤离人员是否仅能前往俄方控制区域时 涅鞭甲表示 俄方从一开始就表明平民可以自行选择去处 当地时间15号 由美国领导的乌克兰联络小组决定继续向乌提供武器装备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会上敦促各方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物资输送力度 向乌提供相应的培训和后勤保障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表示 北约成员国将继续向乌提供包括重型武器和远程系统在内的军事装备 同一天 拜登与泽连斯基就新一轮军援的问题通了电话 随后 美国防部发表的声明表示 本轮价值10亿美元的援助分为两部分 包括从美国防部直接调取的价值3.5亿美元的 18门155号米榴弹炮及配属装备 高机动性多管火箭弹系统适配的火箭弹等 以及价值6.5亿美元的由美国国防部采购的 鱼叉反舰导弹系统 军用电台 夜视镜和热成像仪等装备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15号 在第25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记者会上表示 俄罗斯希望和西方构建平等互利关系 但遭到拒绝 双方关系破裂是西方导致的 针对有关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的说法 扎哈罗瓦表示 此类言论纯粹是美国媒体 为美国政治服务的说辞 叙利亚 利比亚 伊拉克等国家 被美国为首的北约进行过轰炸和武装侵略 美国与北约一同主导了乌克兰反宪法政变 推翻了过去通过合法选举产生的政府 这些行为才严重打击了国际法体系 扎哈罗瓦还说 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只会导致作战行动延长 平民伤亡增加 并助长扩大所谓军火黑市 这些武器将遍布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